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1集 香江水暖 京城秋深 下半后 夏想和梁夏宁一起吃了一顿晚饭 原以为梁夏宁要替人传话 不料只是平静地吃了一顿晚饭 什么深入的话题都没有交流 也多少出乎夏想的意料 不过 梁夏宁表现出来的豁达让他欣慰 对于最终能否接任省委副书记 梁夏宁狠看得开 从自历上讲 我还欠了一点火候 从年龄上讲 我还有机会 从乡上局势分析 就地提拔可能性不大 所以 从异地调任和中央空降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夏想就欲加欣赏梁夏宁的坦荡 就和梁夏宁说了许多轻松的话题 梁夏宁有了几分酒意之识 也问了夏想一句 夏书记 省委没有推荐你上去 肯定另有考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想在乡上 继续将机尾书记的位置坐实了 夏想只能笑道 我在腹部位置上时间太短了 而且机尾方面还有许多工作 需要继续深入下去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呀 认为你更合适前进一步 梁夏宁摇头一笑 我担任了省委副书记忆 不是排名就在你前面了吗 你本来就比我资格老啊 排在我前面我也服你啊 排名前后啊 是党内规定 但朋友关系的远近 是自己的决定啊 梁夏宁说出晚饭的主题 以后希望 在更长远的未来 我和夏书记 有再合作的机会 也希望有朝一日 夏书记青云直上的时候 不要忘了提写一下我呀 夏书听明白了梁夏宁的苦衷 现阶段 梁夏宁虽然心思浮动 但还必须坚定原则 固守阵营 但在以后 不排除和他携手的可能 夏书就客气地说道 夏宁兄 说笑了 说不定 我还需要你拉我一把呢 夏书老弟啊 你是故意调侃我啊 是不是呢 到了称兄道弟的份上 私人友情 就算建立了 夏书和梁夏宁之间的关系 经过夜天南事件 反而更近了一层 回家之后 见曹树立正在整理衣服 床上摆满了夏冬的信仪 足足有十几件 夏书哑然失笑 小孩子长得快呀 买那么多衣服 穿不完就不能穿了 浪费呀 曹树黎将头发竖到脑后 刚刚洗过澡 显得他的脸庞 白净而娇嫩 而且还娇小 他笑道 别人送的 没办法不收啊 送钱不要 送礼不收 送几件孩子衣服 再不要的话 就太不尽人情了 也是 怪不得家里衣服 越来越多呢 原来还是收礼了 又一想 到底是男人呢 心不够细 眼见就是秋天了 香江依然水暖 京城却是秋深了 不过还好 夏冬在京城 远离父母 独立性倒也挺强 小小的人儿 从不苦恼 你儿子真行 打来电话说 高妹妹送了他一套衣服 他很开心 还说他在京城挺好的 不用爸爸妈妈担心 高妹妹就是 总书记的孙女了 夏冬现在还意识不到 他口中的高妹妹 是何须人意 但听说 高妹妹很喜欢他 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曹树黎基本上 半月飞一次京城 去看望夏冬 下想则是时间不定 有时到了京城 会抽出时间 见见儿子 有时人在京城 也没机会见上一面 夏冬身边有保姆陪同 连若翰也经常去看他 也不孤单 曹树黎也想接夏冬来相将 夏冬反倒不来 让他也哭笑不得 后来 见夏冬一人 也确实应付得来 也就不再勉强 在培养孩子自立的问题上 曹树黎和夏相 看法一致 曹树黎整理了半天衣服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 爸爸说 国庆要回淹室一趟 希望一家人一起聚一聚 我有个想法呀 好几年没有大团聚了 我爸我妈 你爸你妈 再加上 夏安两口子 和书军一家人 五家人 来一次大聚会 怎么样 倒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夏想点头答应了 具体 你来安排好了 我就懒得操心了 我知道你操心的是什么 不就是 又要重新召集 政治和经济班底吗 共伤大计了 曹树黎调侃了一句 我算是你的经济班底 还是政治班底呀 夏想舒服的 躺在床上 伸手摇了摇手 你都不算呀 你是比他们 都重要的班底呀 那是什么呀 床底 夏想嘿嘿坏笑 你 曹树黎仰手就打 打死你 手还没有落到夏想身上 电话就响了 曹树黎美好气地说道 也不知道 是你哪个女人找你 还真让他不幸言重了 是古玉来电 我知道你在家 也不是故意打交你的幸福 是爷爷有话对你说 古玉的声音 但有几分秋凉 或许 山上的道观 此时已经是 漫山遍野的红叶了 想想啊 老骨的声音 随后传来 有一股 浓浓的疲倦之意 刚才总理 打来了电话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下午 省委的平定上报到了中组部 晚上总理的电话 就直通了老骨 确实是迅速的反应啊 老骨的支持 对总理而言 真的这么重要吗 军方在政治局的代表 发言的分量 真有这么大吗 或许 还有另外的原因吧 现在道观啊 也做不到 于事隔绝呀 让人很无奈呀 老骨的语气 颇有沧桑的味道 他和总理之间有交情 但随着 和下相关系的升温 而下相和总理 大有渐行渐远之事 他又不可能两步相帮 帮下相 就等于 站在总理的对立面 事情啊 还有没有缓和的余地啊 老骨 您老在道观 就应该修身养性啊 不要再操心试试了 伤脑筋不说 也影响您老的情绪 道家讲究清静无为 无为才能无所不为啊 您老且歇心吧 莫为俗事类呀 哈哈哈哈 行了 老骨还是被下相逗乐了 苍凉一笑之后 还是忍不住说道 我不是怕总理 会拿你如何 他的为人我清楚啊 凡事啊 喜欢周正 我是怕呀 有别人会对你恼火呀 瞎想也忍不住嘟囔一句 为什么总针对我呀 相上审委的评定 又不是我的体 总拿我说事 有些人真是 故意看我不顺眼呀 行了 你也别埋怨了 谁都知道你的尽量啊 也知道 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 老骨难得的 话特别多 可见他 对此事也是格外关注 不过也是胡闹啊 堂堂的省委副书记 诱骗同事女儿 传了出去 不让人笑掉大牙吗 谁会想出 这么损人的主意呢 我猜不是你啊 你还没有这么龌龊呀 还真不是他 老骨对他的评价 完全正确 他是诚实可爱小郎君 为人一向断正 行事向来光明正大 从来不用 取静通幽的手段 猛烈自夸了一通 想想正要在老骨面前 表露自己诚实的一面 老骨又说话了 肯定是傅家那小子 我最知道他了 损人的阴险手段呢 层出不穷啊 不过 话又说回来呀 老骨哈哈一笑 哈哈 这一手啊 耍得高 我喜欢呢 有些人呢 该出手的时候 就别犹豫 直接朝脸上招呼就行啊 打肿了左脸 就再打右脸 老骨也是性情中人呢 吓想黑黑直笑 不承认 也不否认 行了 和你打了电话了 我的心情啊 就好多了 就又可以去参悟 到家的无为大法了 又微微一顿 老骨似乎咳嗽了一声 那个 总理发火了 很生气啊 不过 据我对他的了解呀 他可能 要放弃叶天南了 放弃叶天南 眼下的提名有可能啊 从长远看 就下想推断 总理未必 会完全放弃叶天南 因为 如叶天南一样的 政治娴熟的政客 国内也找不出几人呢 三天后 在距离国庆 还有三天时间之时 中央意外决定 批准叶天南同志 请求辞去 乡省省委副书记 职务的决定 叶天南辞职闹剧 终于 以真正辞职而告终 燕省省长 宁省省长 甚至 退而求其次的 宁省省委副书记职务 也没有得手 完全是 一词到底 黯然谢幕 乡省 从此正式告别 叶天南时代 叶天南的影响力 在辞职的一刻 消失殆尽 取代的是 傅先锋的崛起 叶天南在乡省 折腾起了无数硝烟 最终 烟消云散之时 一无所获 从堂堂的省委副书记 一下跌落尘埃 成为一介平民 想要东山再起 不但需要一个难得的机遇 也需要 足够的时间打磨 叶天南离开乡江的时候 无人送行 因为他选择 在夜晚悄然离去 谁也没有通知 倒似乎显得 乡省省委小气一样 所有人都知道 叶天南算是 恨死了乡省 也恨死了傅先锋 还有下响 如果有朝一日 他重新掌权 肯定会想方设法 打压乡省的利益 乡省 是一个成就的叶天南 也让叶天南 衰落尘埃的 爱恨交加之地 如果说 叶天南的离职 让不明真相的一部分人 感到震惊的话 那么 中央任命的 新任的省委副书记 就让乡省整个官场 为之惊讶 原因有三 其一 此人来自燕省 其二 此人级别很高 按说 以他现在的职务 不应该转任省委副书记 应该在燕省 坐等转正 更符合长远前景 其三 此人和下想不合 甚至可以说 对下想 十分敌视 了解内情的人士 不得不感慨政治三位 果然是平衡的产物 就有不少人 将目光一下子 都落在下想身上 此次任命 针对下想的意味 真的很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2集 大有深意的缓冲期 下想却很不自觉 完全没有认为此次任命 是针对他的觉悟 反而悠然自得的 准备过节了 国庆节是大假 一放七天 虽然 身为省委 第四号人物 有值班安排 但毕竟是 独立的纪委系统 下想今年 就想偷个懒 反正乡省 叶天南一走 新任省委副书记 还未上任 正步入了一个 短暂的平稳期 纪委系统的 值班安排 就交给吴小璇处理 吴小璇 本来算是 林华健的人 林华健倒台之后 他就向下想 表示了靠拢 下想也不计前嫌 提拔他 担任纪委常委 纪委秘书长 吴小璇担任 秘书长之后 对下想的指示精神 领会得很透彻 也落实得很坚决 就让下想 得出一个结论 有时即使是 对方的人 也有在 因是力道情形之下 唯我所用的可能 在安排 纪委系统 值班的时候 下想的值班日期 就被巧妙地 调整了 也让下想 对吴小璇 完全领会他的意图 为敢吃惊的同时 也让他 更坚定地 继续培持嫡系的决定 也逐渐在脑中 形成了一套用人理念 越想高走 越要在用人上面 多下功夫 因为国庆放假 关于宁省和闪省的人士提名 就顺眼了 不过 中央已经正式对外宣布 将于10月9日 召开十七级三中全会 主要部署 农村工作 和部分人士的调整 古秋时 终于要明智时轨了 而随着古秋时的调动 黑鸟 烟省 和西城的人士调整 也会顺势而动 如果再加上 稍后的宁省 和闪省的人士变动的话 新一轮的省部级干部轮换 再次显示出国内大事的布局 和上层的政治决定 一想也是 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时间紧迫 谁都想抢占有力地形 因为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上任之后 为了政策的延续性 为了平稳过渡 至少一到两年的时间 不会大动人士 所有换届之前定下的人士 基本上就等于是 到手的好处 各方势力 都要抢在换届之前 花好势力范围 否则换届之后 就很难再抢别人的胜利果实了 而且谁的势力范围广 谁就在新一届党中央 和国务院里面 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和决定权 今年的国庆 会有许多人过得不踏实 不只是黯然收场的 叶天南叶大书记 还有被提名为 宁省和陕省两地省长的候选人 叶天南一亡一亿 但政治决力还在继续 即使没有叶天南 两省的省长宝座争夺 依然会十分的激烈 夏夏威威有些遗憾 叶天南临走之时 他应该送他一程 毕竟同是一场 也要有所表示才对 只是没想到 叶天南 一向淡定从容的一个人 走就走了 怎么不大方一点呢 来一次轰轰烈烈的送行场面呢 当然 夏夏的想法不无恶趣味 他甚至猜测 叶天南就算厚着脸皮 郑重其事地告别 说不定 也有不少常委不会露面 别人不说 就是傅仙峰 就能做出拉下脸面的事情 叶天南很清楚 他最后弄巧成拙 在乡省算是名声扫地了 真要再来一出送行的话 说不定真的丢人 丢到姥姥家了 如果一开始辞职就获得批准 他潇洒转身 一个有担待 有原则的政治家的形象 告别乡省 说不定 还真能赢得一定清廉之名 现今却是昭示用老 并且露出本来面目离去 形象一落千丈 谁还会对他尊敬半分呢 或许 在叶天南的心目之中 多少有点愧疑 感觉愧对江东父老 也未可知 不过更大的可能是 叶天南寒恨离去 而且还幻想着 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据知情人士讲 叶天南连夜北上进京 要在京城休养一段时间 要过半退隐的安然生活了 无关一身清 也许没有了事无所累 人确实可以安然了 但心是否安然 就不得而知了 叶天南本非京城人士 退以后 却选择 留在京城生活 可见叶天南同志 人退心不退 志向依然远大呀 叶天南的以后 以及 国家大事暂且放到一边 瞎瞎现在 只想小家和殷氏 国庆期间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有许多朋友要见 基本上 乡上的事物 已经告一段落了 叶天南的离去 并未引发太多的动荡 继委各项工作 也平稳有序 省委方面 也人心安定 政胜威望大涨 傅先锋上升势头 很不错 新任的省委副书记 要在国庆之后上任 还有一个 足够漫长的缓冲期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虽然只有七天 但之所以说是漫长 因为 不管是政胜还是傅先锋 国庆期间都会留在乡上 美其名曰是职守 实际上 还是在做最后的布局 要将叶天南的遗留势力 全部消化 政胜是要完全确定 一把手的权威 以免被新任的省委副书记 再次挑战他的地位 傅先锋要的是 完全收拢叶天南的势力 不为新任省委副书记所用 一而把手 心思各异 却做出了相同的事情 利用最后的缓冲期 将乡省大局敲定 不让后来者 有一丝可乘之际 新任的省委副书记 也真是不幸 如果是国庆之后 再宣布上任多好 至少可以一宣布就复任了 却在国庆前夕宣布 莫非是 故意留一下尾巴 就为了让他一上任 就无人可用 无机可乘吗 如此看来 湘省 似乎并不欢迎他 郑盛和傅先锋 加紧最后的布局 下想若无其事地 和曹淑理 告别郑盛和傅先锋 飞毁了烟室 傅先锋约定 要到烟室一聚 不过 要等到六七号了 他等下想电话 飞机在云端穿行的时候 曹淑理抱着下想的胳膊 头 靠在他的肩膀上 喃喃地说道 别看你有点小泉 有点小钱 我跟着你以后 你很少陪我坐过飞机 我叔叔啊 结婚时 去旅游坐过一次 再后来好像 有一年出去游玩的时候 坐过一次 再后来 就是现在了 下想汉眼 确实 陪曹淑理的时间不太多 陪他一起旅行的时候 就更少了 不是他粗心大意 也不是他不想 而是 实在没有时间了 一路官场 深似海 时间都奉献给的党和国家 都要为国为民 做一些史事 可不是几句豪言壮语 就能实现的呀 要付出心血和时间 甚至 还有生命的代价 还好 他比较克制 没有吃喝无度 否则就成了 一颗红心像太阳 我把肠胃 奉献给党 下想拍了拍 曹淑理的头 等我退休了 就天南地北地 陪你到处转 一直转到 地老天荒 曹淑理柔情无限 算了 你有心就行了 等我们老了 我们就搬到郊外去住 盖一栋大房子 房前房后 都种上花草 再养一些鸡鸭 要不 再养两头猪吧 再种点菜 我可不会养 也不会种 要不你来吧 没问题 我是农民出身的 什么都会 自食其力 自力更生 不过我的水平啊 顶多能种两亩地 再多了 就累着了 老胳膊老腿了 干不了重活了 没关系啊 我们人多 不是告诉你了 要改一栋大房子 最少 也要有十几个房间 要那么多房间干什么呢 两个人住 太空了呀 谁说我们两个人了 现在就有七八个了 依你的水平 到老了 十几个房间 肯定能填满 知道不 别忘了 记得随时填房啊 下响无语 原来李丫头所说的大房子 还打了一个埋伏啊 真是女人心 天上云啊 就和现在高空的云朵一样 变来变去 让人琢磨不透 不一会儿 唯有醋意 又稍有不甘的李丫头睡着了 她熟睡的姿势很是迷人 长长的睫毛上翻 自然卷 鼻翼上挺 脸庞的弧度曲线 最为完美 最主要的是 岁月的风霜乳道 却在她的脸上 留下的痕迹最少 她还和当年 蹦蹦跳跳的李丫头 无二区别 只要她在她身边 始终如 依赖大人的小孩一样 就让下响 莫名感受到了 被信任 和依赖的满足感 一个男人的一生 要有一个 足以养家糊口的事业 一个相依相微的妻子 一个乖巧懂事的儿子 才算是完整的人生啊 在飞机 徐徐降落在长山机场的时候 一股秋衣扑面而来 才让夏夏惺惊醒 十月的北方 已经是深秋了 落地之后开机 就收到无数短信 有李沁和齐亚男的问候 有孙宪伟和沈丽川的接机提示 还有彭云峰的各项安排的汇报 也有朱瑞乐的殷切期待 虽然烟饰已经是秋天 但一回烟饰 还是让夏夏感受到浓浓的春意 李沁本来想来机场接机 夏夏没统一 因为他不想兴师动众 只让肖武来接就行了 不料一开机才知道 不但肖武 朱虎来了 孙宪伟 沈丽春 冯旭光 彭云峰 陈天宇等人 都来了 浩浩荡荡十几辆车 都组成了车队 热情啊 真是太热情了 夏夏不是喜欢铺张的人 但又实在不忍拒绝 一帮兄弟的好意 确实离开燕省之后 和一帮班底之间 见面的机会太少了 曾经的友情 和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确实让人难以忘怀呀 毕竟都是他最早的班底 也是他最忠诚的兄弟 夏夏也是不免感慨 只是一出机场 他就惊住了 除了十几辆汽车组成的 声势惊人的车队之外 还有一个 意想不到的熟人 正向他张望 一瞬间 夏夏不免愣住 谭国瑞 怎么也来了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3集 或许 谭国瑞也是一个契机 燕省在高建州 顺利兼任省长之后 谭国瑞 也顺势而上 担任了常务府省长 在省委 排名第七 经过几年的努力 谭国瑞 终于在燕省站稳了脚跟 并且有了 即将扶正的迹象 他也是知满意德 期待藩润恒退下之后 高进州 搬回省委办公 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主持省政府的全面工作了 不承想 梦想和现实之间 总会有意外出现 总有鸿沟无法逾越 谭国瑞原以为 他有机会坐地辅证 不料竟然是凭空杀出 杜邦中坐实了 燕省省长的宝座 当头一棒的打击 让谭国瑞差点一蹶不振 因为他对此次辅证期望很高 而且背后 也下了无数心血 功败垂成 就让谭国瑞 几乎无法接受现实 谭国瑞在燕省 谭话太久了 对燕省省长宝座垂涎已久 在听闻总理 有可能提名叶天南 担任燕省省长的一刻 他几乎要暴走了 明明中央有人答应他 下一步 他要在燕省做地辅证 怎么就是叶天南了 怎么就不是他呢 谭国瑞盛怒之下 做出一件很冲动 很冒失的事情 直接打电话到京城 向总理提出的不解和疑问 谭国瑞并非总理的嫡系 但和总理关系一向不错 而且他事先也征求了后台的意见 得到默许之后 才敢向总理开口 当然 语气委婉 态度牵下 表现出的一个下属 应有的姿态 总理对谭国瑞的不解和疑问 没有丝毫的不耐和不快 反而十分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一番 并说 经过商议 认为他担任宁省或闪省省长 更有利于今后的成长 总理所说的商议 难道是和他的后台共同商定的结果吗 谭国瑞心中怒气迅速笑退 毕竟以总理之尊 如此耐心而细致的 皆是一次升迁 也算是与尊降贵了 尽管实际上 在他心目之中 对总理并不怎么高看 谭国瑞 再次和后台沟通之后 也收到同样的指示 下次宁省和闪省省长提名 会给他一个重大的机会 特意强调了重大 就让他心跳加快 呼吸加重 直到苦等的机遇终于来临了 虽然宁省和闪省相比之下 未必有阉省好 但毕竟能迈入正部 也是几百名 在地方上苦求上见的副部级官员 梦寐以求的机会 退而求其次 总好过一无所获吧 只是 才没过多久 宁省和闪省省长候选人提名 就已经在中组部 逆出了名单 他竟然 再次落选 谭国瑞 几乎要出离的愤怒了 怎么能再三地出尔反尔呢 怎么受伤的总是他呢 打电话过去 后台没说什么 只说让他和总理谈一谈 再打给总理 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 国瑞 要讲政治 讲大局 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 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为人民谋福利 党中央和国务院 相信你是一个 股权大局的好统治 关于你的工作安排嘛 中央会重点考虑的 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总理的话亲切和气 一如他在媒体上的亲民形象 让人听了 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 也没来由的深信不疑 谭国瑞又一次相信了 耐心地等候下一个时机之时 突然中央的调令 从天而降 将他从阉省 调往乡省 不是担任省长 更不是担任省委书记 而是担任省委副书记 谭国瑞差点 没当场晕倒 他只差一步 就能接任省长了 怎么又由务实转为务虚 从事党务工作了呢 从事党务工作也没什么 关键是 由省委副书记 直接升任省委书记的先例 少之又少 以他在腹部上的资历和政绩 再联想到 对他并非不遗余力力挺的后台 他完全没有可能 一步由省委副书记 迈上省委书记之路 那么 他辞去乡省 担任省委副书记 等于是 生生延长的腹部之路 明明省长宝座触手可及 却被一脚踢进了乡省 担任省委副书记 他可是堂堂的常务副省长 为什么非要迂回 再担任省委副书记呢 简直和发配 没有区别呀 更何况 还是去乡省 是连叶天南 也黯然收场的乡省 商有郑盛和傅先锋 下游下想 调他去乡省 是要对付下想 还是被下想对付呢 真是郁闷至极啊 谭国锐 无法形容他的心情 只感觉 眼前一片昏暗 前景黯然无光 经历了几次被悬空之后 谭国锐再不明白一些人 他就是笨蛋了 但他还是不死心 不甘心 再次拿起电话 打给了总理 其实 照一般人的思维 不管是被上级领导 抛弃也好 愚弄也好 老实闭嘴 在家低调行事 是最佳的选择 谭国锐偏步 他要讨一个说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审 前两次 总理不是开会 就是不方便接听 第三次 电话终于打通了 总理一如既往的 很有耐心的 劝为谭国锐几句 以乡城局势刚定 正需要有开拓精神的人才 前去梳理为由 再次将 任命谭国锐为乡省省委副书记 拔高道的政治高度 谭国锐知道 再高的政治高度 也不如他 直接担任省长 来的使会 但总理 一而再 再而三的耐心解释 从未表现出厌烦的态度 让他终于 无话可说了 只是话又说回来了 去乡省 着实不是一件好事 更不会是一次 顺心顺利的旅程 谭国锐清楚得很 叶天南在乡省败走 问定燕省省长和宁省省长宝座势力 全败下翔所赐 而他和下翔是宿敌 以前在燕省 他就奈何不了下翔 现在下翔 是乡省纪委书记 排名仅次于他 又比他早到乡省一年 说不定 得知他要担任省委副书记消息之后 下翔已经摆好了龙门镇等他 谭国锐一筹莫展 要是在燕省 他有信心和下翔周旋 但在乡省 他一点底气也没有 更何况 他也听说的正盛和傅先锋 正在加紧收拢 叶天南的遗留势力 等他上任之后 迎接他的 将是一张白纸 和一地狼藉 怎么办呢 谭国锐经过权衡得失思索之后 决定亲自到机场 为下翔接机 自己的路 要自己掌握 他要尝试走出困境 在前往乡省上任之前 先打通下翔的环节 但又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了 谭国锐就假装东张西望 还将电话放在耳中 对着空气说了几句之后 眼见下翔 似乎并未注意到他 就要错过的时候 他急忙大步向前 拦住了下翔的去一路 下手机 真巧真巧 幸会幸会 谭国锐假装无意中撞见下翔一样 主动而热情地伸出手去 还解释说道 正好一个朋友说是 乘坐这趟航班来掩饰 刚才接到他的电话 才知道他临时有事没有登记 不想就遇到了你 既然我来接人没有接到 就当接你好了 谭国锐的热情 三分假装 四分虚伪 五分矫情 他的谎话 吓想着眼睛一转 就知道所言不真了 因为机上坐满的乘客 没有一个空位 所谓临时有事没有登记的虚晃一枪 实在是没有创意的台阶呀 其实 就算谭国锐亲口承认特意来接机 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荣幸和意外 在听到谭国锐 调任乡省省委副书记之时 下下就意识到 谭国锐被当了枪 而且还是易感 威力不太大的短枪 谭国锐没有在燕省坐地府中 下下就明白了一点 谭国锐的腹部之路 被无限拉长了 由常务副省长 转任省委副书记的先例 不是没有 而是转任之后 多半都在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打转 一直熬到退下为止 很少再有上升的可能了 当然 也有例外 但谭国锐恐怕不会是 例外之中的幸运者了 瞎想伸手 接过谭国锐热情的手 谭省长 真是幸会 只是淡淡应付了一句 目光却落在远处的车队之上 正好啊 有一帮朋友前来接我 我想 就不必麻烦谭省长了 谭国锐感受到下想 不冷不热的态度 心中微有懊恼 却又没有办法 他和下想 本来就没有交情 不但没有交情 还有过不愉快的过去 下想表现出冷淡和漠然 也再正常不过 不过 既然有求于下想 谭国锐 也只能厚着脸皮 再次说道 啊 正好我有点事情 想和夏书记谈一谈呀 不知道夏书记 是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从机场到市区 要一个小时左右 有什么要是要谈的话 时间也足够了 夏书记谭国锐 一脸殷切 他很难再保持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再说 他刚才不过是 故意拿捏一下 对于谭国锐前来接机的用意 他能猜到其一 但不知其二 或许 谭国锐 也是一个契机呀 逐一极定 夏书就勉为其难地说道 好吧 先谢谢谭生长的厚爱了 麻烦你稍等一下 我和朋友们打个招呼 以彭云峰为首的车队 其实 早就看到了夏书 本想迎上前去 却意外发现了 谭国锐也在 彭云峰是何须人也 立刻阻止的众人 向前打扰夏乡 和谭国锐之间的交流 等夏乡 主动来到进前时 众人才纷纷围上前来 一脸笑意 满心欢喜 将夏乡和曹书黎 围得个水泻不同 置身于众人中间 夏乡心中温暖无限 真不想再回身 和谭国锐一路同行了 不过彭云峰 随后说了一件事情 立刻让夏乡 暂时放弃了和众人叙旧的念头 转身 就回到了谭国锐的身边 和谭国锐 同乘一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4集 是该召开一次盛会了 长山机场离市区近40公里 大概有30公里的高速可走 谭国锐的转车 平稳的市场机场高速 前面除了有警车开道之外 还有数量豪华汽车开路 都是烟市首屈一指的豪车 其中几辆 还在省委会议之上 被当成烟市逐渐发达的象征 在会上 由范瑞恒亲口提出 虽是当成笑谈 但是 拥有此车的主人的真正实力 可见一斑 直到今天 谭国锐才知道 原来对方是下响的朋友 后面 也有数辆豪车断后 前呼后拥 浩浩荡荡 是一对烟市 最豪华汽车的组合 平常别说 普通百姓难得一见 就是他身为常务副省长 想在烟市只会动 前后豪车的主人 也利有不及 下响 在烟市的影响力 真是惊人 不 应该说放眼烟省 下响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即使他在烟省 围观多年 但没有完全摸清 下响在烟省 究竟有多大的势力 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即使他拿出 烟省常务副省长的权威 也未必有离开烟省一年之久的下响 在烟省 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 谭国瑞长出一口气 心情沉到了谷底 路旁 田野的庄稼 已经基本上收获完毕 只有一些玉米 还站在田地之中 坚持最后的守望 偶尔闪过一片花生和红薯 让下响心中 多有亲切之感 快到播种冬小麦的时候了 回想起以前 在家乡 种植小麦时的情景 下响的嘴角 微微浮现一丝笑意 快要和老爸老妈团聚了 心中有点温暖 和温馨 曹树立已经安排好了 定好后天 在烟市 五家大团聚 李丫头 在与人交往 和人情往来方面 比她强了不少 一点也不用她操心 有点走神了 下响收回心思 见坐在旁边的谭国瑞 脸色有些黯然 心想 和叶天南相比 谭国瑞 不论政治智慧 还是表演技巧 都差了不少呀 也不知道 上头究竟什么心思 将谭国瑞 调往乡上 当枪使吗 叶天南 都败走湘江了 何况一个 还不如叶天南的 谭国瑞呢 何况谭国瑞 在湘江 没有一点根基呢 发落谭国瑞 让他让开 常务副省长之位吗 也确实 谭国瑞调离阎省 常务副省长 冷月仓 毕竟为常务副省长 而邱旭峰 也得了便利 由原先拟定的 一般副省长 一步迈入常委会 成为常务副省长 阎省的局势 因为范瑞恒的离任 因为胡增周的调离 再加上 谭国瑞的转任 而空前的 复杂起来 省委副书记胡增周 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即将前往西省 担任省长 完成了政治生涯中 最关键的一次跨越 说来 胡增周的后台并不强硬 但在近十年的升迁之中 一直还算顺利 固然有和夏祥走近 并且为人坦然的缘故 也和在数次政治斗争 难分难解之时 他作为最佳的缓冲人物 而被各方认同 从而顺势而上 从古到今 从来不乏官场之中的幸运儿 总能作为各方势力 互不退让时的台阶 然后捡了一个天大的馅饼 胡增周之后的空缺 由曲理智接任 曲理智 原是黑辽省委组织部长 由黑辽来到燕省 由组织部长 转任省委副书记 算是前进了一步 据说 曲理智 是委员长的提名 一上 燕省的局势 在下降落地的一刻 就已经了然于雄 但还有彭云峰 透露而出的 省委之中更深的内情 让他目然心惊 才决定 立刻和谭古瑞 进行一次 面对面的交谈 范瑞恒准备在卸任之前 突击提拔一批亲信 是为交班之前 最后一次 刑事书记的权利 如果排除范瑞恒 因为无法上升一步的不满之外 他的所作所为 也无可厚非 基本上 从县委书记 到市委书记 再到省委书记 在卸任之前 都会提拔一批自己的亲信 已经是官场惯例 谁也不能指责范瑞恒什么 但是 在范瑞恒拟定的提拔名单中 如果说秦堂市委常委 副市长鲁明 拟任天泽市委书记 并不算太突兀的话 虽说鲁明当年 在秦堂和下乡关系一般 但下乡对鲁明并无恶感 那么张城市长张国伟 也在范瑞恒的提拔名单之中 并且一任 丹城市委书记的意向 就让下乡吃惊不小 而原市委书记朱瑞乐 被调任张城市委书记 原张城市委书记 以年龄到点退下 这一步的调整 更是让朱瑞乐 坐了冷板凳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好嘛 不但有意提拔死对头张国伟 一步迈进市委书记的门槛 还让他担任 担成市委书记 范书记此举 明显有针对他的意味 如果说张国伟的提拔 还可以勉强视为 范瑞恒忽视的 下乡的感受 而将朱瑞乐 从经济发达的丹城 调往贫穷落后的张城 就是故意为之了 范瑞恒会不清楚 朱瑞乐是下乡的人马吗 还有一点 也让下乡暗声怒火的是 陈天宇 在牛城市长的位置上 时间也不短了 范瑞恒不看在他的面子上 提拔一下也就算了 还拟将陈天宇 调任张城市 继续担任张城市长 就有点欺负人了 牛城虽然不太发达 但也比张城的经济好多了 陈天宇是他的人 以他在燕上的影响力和人脉 范瑞恒卸任之时 竟然处处针对他 有意刁难他的嫡系 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他是受到神言的指使 要的是将他在燕上的势力 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扫荡吧 作为回报 或许范大书记退下之后 会有一个待遇不错的晚年生活呢 打错主意了 彭云峰告诉下相 谭省长昨天 特意主动来到他的办公室 对他交代一番 说出范书记初步拟定 还没有对外公布的人事方案之后 他就敏锐地意识到 谭省长是投石问路 释放善意 是为了赢得下相的好感 换取下相的回报 所以他在机场 见到谭国瑞前来接应下相 就第一时间告诉下相 他所了解的一切 彭云峰作为下相身边 第一个最得下相赏识的亲信 他对下相的了解程度 在现阶段无人可比 包括徐子齐 包括曾卓 都远不及他对下相的心思揣摩之深 如果在亲信之上 只挑选一人跟随左右的话 下相指定选定彭云峰 所以才有了彭云峰一句话 下相立刻回身 坐上谭国瑞的专车的一幕 上车之后 谭国瑞很聪明的 什么也没有提 直接了当说出了 范瑞恒找他商议人士调整的内情 现阶段 范瑞恒在阎省省委之中 很是信任谭国瑞 说完之后 他就一言不发了 车内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 如果是夜天难 必定会有一个冗长的开场白 然后 再有一番拔高的演讲 最后才会说出问题的核心 再后 还会补充一下 他此举的政治意义 谭国瑞 虽然和夜天难一样 有着雄心勃勃的一面 虽然他和夜天难一样 曾经与下相为敌 但他毕竟不是夜天难 在为人处世之上 和夜天难 有很大的不同 和差距 不得不说 谭国瑞 确实是一个契机 上来就送他一份厚礼 下想如是想 心中对谭国瑞 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因为他知道 谭国瑞送礼上门 又主动迎送 对他必有所求 而谭国瑞的关系 已经调离阎省 对阎省政局 已经没有一丝影响力了 否则 以他常务副省长的位置 在常委会上 也是关键的一票 不过抢先一步之道 范瑞恒的下一步动向 对下相来说 也非常重要 可以布局而克制 当然 谭国瑞投讨 他则要还这一报礼 谭省长 不 应该是谭书记来 等国庆之后 在相将再见面之时 我会为你接风的 夏祥主动伸出手去 虽说 谭国瑞 比他排名靠前 但在刚才的一番谈话之中 他已经明显掌握了主动 谭国瑞在他面前 被他的气势压得 没有一丝自信 和叶天南相比 谭国瑞不是一个 等量级的对手 说不定 倒还是一个 可以借助的力量 夏祥不恶趣味地想 也不知道 将谭国瑞 打发到箱上的那个人 是要将谭国瑞 当枪使 还是 只将他当成一枚 可有可无的弃子呢 或者谭国瑞 也意识到 被遗弃的滋味 也提前感受到了 湘江的水深 所以 才有了今天的举动 汽车下了高速之后 停了片刻 夏祥下车 和谭国瑞握手告别 谭国瑞 下车相送 笑容真诚而亲切 就如和夏祥 是多年好友一样 重新坐回彭云峰的车 夏祥第一句话就是 岳峰啊 你在政府秘书长的位置上 时间不短了 有没有想过 动动地方啊 彭云峰一下子 紧张地停止了呼吸 他知道 眼前的夏书记 离开燕省 已经一年多了 但他在燕省 仍然拥有 无人企及的影响力 在省委 不但和省长 也是下任省委书记 高进舟 关系密切 也和省委组织部长 王鹏飞 继委书记张前 燕市市委书记 于凡然 省委秘书长 萧远新 以及即将到位的 常委副省长 邱旭峰 都有不错的交情 是真正的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左右燕省事务 却不在燕省编制的 实权任务 是该在燕省 召开一次盛会了 下响的声音淡淡的 却又令人心计的威压 我才离开燕省一年 有些人就认为 我说话没有分量了 我是不主动欺负别人的 可是不喜欢别人欺负我 哪怕是我的人也不行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5集 八方来客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 一般而言 正是各级党政领导 最忙碌的时候 所以 齐亚南和李清一致认为 下想应该还在相将 前两天打电话的时候 下想并没有明确 具体回来的日期 也声称不用他们去接级 齐亚南没有多想 因为他一贯听从下想的话 李清也信以为真 他欲试 圆润不足 认真有余 烟室 虽然不是旅游城市 不过国庆期间 也是酒店也最为繁忙的时期 齐亚南忙着迎来送往 李清正好进来无事 也在骑士集团帮忙 骑士集团 名下最富盛名的骑士大厦 位于寸土寸金的华玉路 和华中大街交叉口 是烟室最豪华的酒店 没有质疑 李清在烟室的时候 多半住在骑士大厦 楼上有专门为他预留的套房 对于时刻处于工作状态的李清来说 住酒店比住家里 更让他感觉状态良好 齐亚南对李清几乎百依百顺 谁让他太爱李清了 李清不但人长得漂亮 还是美女之中少见的精英啊 通常情况下 在娱乐场合 电梯间 模特和影视圈 才是美女集中营 在高学历 高素质和高能力圈子之中 美女如凤毛麟角一样吸手 懂金融会经济 并且可以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美女 更是少之又少 很幸运 让他遇到了他视线之内唯一的一个 所以尽管李清一直不想要孩子 一直不安分守家 一直有着比男人还野心勃勃的智肖 他依然爱他的一切 而且必须承认 自从李清嫁入齐家之后 齐氏集团的资产增值幅度 大幅加速 短短一年间的获利 超过齐氏过去十年的利润 这还不算齐氏 在李清的操作之下 在股市上的受益呢 因此齐东来开始 还反对齐亚男迎娶李清 半年之后 他改变了主意 大夸齐亚男 目光灼然 为齐氏取尽了一个持家之宝 男人养家 女人持家 才会家和万事兴 也不知何故 今年国庆 齐氏大厦的入住率 比往年暴增不少 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出 客人都大有身份来历 非官即贵 都行色匆匆 办好入住手续之后 立刻转身离去 似乎有要事要办 客人来掩饰是旅游还是公干 酒店自然不会干涉 甚至不会过问 但齐氏大厦 虽然在烟室小有名气 一天之内 入住一两名高官权贵 还可以理解 却接连四五人以上 就让齐亚男意识到了不妥 因为齐氏大厦 并非省委省政府的定点酒店 平常接待官员很少 何况现在是国庆期间 各地官员不在本市职守 都前来烟室做什么呢 肯定不是来省委跑动 因为到省委公干的话 多半住在省委或省政府招待所 才方便和上级领导交往 都不约而同地住在骑士大厦 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或者说是为了同一件事情呢 齐亚男自从认识下想之后 自我感觉正着敏感度大增 他犹豫了片刻 让总台将今天登记的 外地客人的名单送他一份 名单随后传到他的电脑之中 齐亚男还没有意识到 一件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在 他的眼皮底下 他不慌不忙地泡了一杯咖啡 然后一边搅动咖啡 一边慢条丝里地 打开着他的三个派的 顶级笔记本电脑 在兮兮的品味纯正的咖啡 喝咖啡也是取了李沁之后 养成的习惯 以前他爱喝茶 然后双击鼠标点开了文件 然后一长串的名字 跃入了眼帘 大部分不认识 陌生的好像街上的路人 查看了十几个名字之后 齐亚男柔的柔眼 有点嘲弄地质问自己 是不是太无聊了 怎么又闲情雅致 查看客人来历了 正当他准备关掉页面时 忽然一个熟悉的名字 闪现在眼前 说是熟悉 其实他并不认识此人 但却是不止一次听李沁说过 其实就算李沁不说 他也会牢牢记住 因为徐子齐不是外人 是下相在秦堂任上的秘书 也是下相有益培养的力量 徐子齐县任 秦堂下乡一县的县委书记 国庆期间不在县委职守 不回家和家人团聚 怎么来到淹市 还住在了骑士大厦呢 再往下一看 一个更熟悉的名字 出现在眼前 朱瑞乐 堂堂的单程市委书记 齐亚男当然听过 朱瑞乐的大名了 虽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 但他也清楚 朱瑞乐 也是下相一系的人马 再往下 是钟义平 先任景县县委书记 再往下 是彭勇 原省政府秘书长 银安县事故 被编调到 单程担任副市长 再往下是胡书阳 秦堂国土局长 还有 秦堂市委秘书长 梁秋瑞 宣传部长 傅小斌 天泽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一九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奇亚男称目结舌 一口咖啡含在嘴里 烫腾的舌头 都忘了咽下 天哪 骑士大厦汇聚了 省内有分量 有影响力的 触及以上高官十几人 相当于是一次 小规模的 全省联席会议了 所有人看似没有相似之处 实际上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维系 夏想 对 只有夏书记在燕省 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 能够人为之 就风生先行 令无数人 从燕省各地 蜂拥而来 只为一个共同目标 团结在 夏书记的身边 如果让奇亚男知道 几天后 还有更高规格的一次盛会 在骑士大厦召开 他肯定会震惊加惊喜地 昏倒过去 幸好他现在 还一无所知 也幸好 经过几天的忙碌和接触 让他的心境 平静了许多 最终才没有在 面对于他的身份 或许一辈子 都无法面见的高官之时 没有失态和陋怯 如此众多的官员 在国庆第一天 都齐聚烟室 并且 赴冤而同地 入住骑士大厦 肯定是为了和下相见面 但夏书记 不是还没有回到烟室吗 一瞬间 奇亚男忽然醒悟了 猛然一拍脑袋 无奈一笑 都怪他 太信任李沁了 而李沁 于人情事故上面 太简单 夏书记含糊一说 是不想惊动他和李沁 去接机 李沁却信以为真 而他 也没有深想 实测呀 真是天大的实测呀 奇亚男手一抖 一杯咖啡 全部撒在了 刚买的两万多的电脑上 一股青烟冒起 电脑中的咖啡之毒 完全报废了 他看也未看电脑一眼 也没有心疼的感觉 不是他太有钱了 而不在乎几万块 而是因为 心中的兴奋和期待 他抓起电话吩咐下去 凡是我点名的客人 都升级为贵宾待遇 费用全免 然后 立刻将电话 打到肖五的手机之上 五哥呀 下数集 是不是到厌世了 奇亚男的声音很热气 他和肖五现在 关系莫逆 近一年来 肖五一直在厌世 没有跟随下想南下 肖五直爽豪气的性格 很得他的欣赏 已经近视了 天哪 领导不想惊动太多人 你也知道领导的脾气 不喜欢兴师动众 不过 来的人还是不少呀 肖五压低的声音 他和下响一车 坐在前排 领导现在要回家 午饭呀 就由你安排 怎么样 好好好 太好了 奇亚男激动了 连连感谢 谢谢五哥呀 到底是好兄弟呀 肖五嘿嘿一笑 见外了不是 不是我可事先说明啊 人太多 你得受点累 亲自安排妥当了 领导队下面人宽容 但我们 也不能丢到领导的面子 是不是 五哥 要是出一点差错 你当面打我的脸 奇亚男 能为接待下响一行 几乎兴奋地跳脚了 多大的荣耀和信任 他能不谨小慎微 亲自经手吗 又想起 酒店之中 入住的一帮人等 小声透露的消息 五哥 酒店里来了不少人 有朱瑞乐 彭勇 梁秋瑞 奇亚男感觉到 自己的记忆力 前所未有的好 一口气 念出所有人的名字 小五很有耐心的听完 神秘的 压低的声音笑道 不是我说你啊 亚男 人员安排 都有离亲经手 你现在才知道啊 说明啊 你在弟妹面前呢 还真是让他散分呢 嘿嘿 他的事情啊 我一向不过问 是尊重啊 不像你啊 怕老婆怕他要命 还好意思说我 奇亚男和小五 开了一句玩笑 忙挂断电话 安排会餐事宜了 其实 小五还真误会了奇亚男 也错会了李清 确实 下想让李清安排 政治和经济班底的聚会 但只通知的核心几人 谁知消息 就无意中透渡出去 比如彭勇 比如刘一九 再比如胡书阳 都是得知消息之后 不请自来 只为借机和下想走进 希望进入下想的核心圈子 凭借他们对下想的认知 以及下想的所作所为 他们认定 下想就是他们今后唯一的希望 和唯一可以追随的人 就在奇亚男忙前忙后 亲自安排午宴的时候 下想一行人已经进入市区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 还未进门 下想就接到了秋旭峰的电话 夏叔姐 我后天到阎市 有没有时间见个面呀 刚放下秋旭峰的电话 下想还没有传口气 吴才阳的电话 就打了进来 下想啊 听傅先锋说呀 国庆期间 要在阎市来一次聚会吗 好啊 正好我后天有时间 你安排就行了 好嘛 他刚回阎市 还没有休息片刻 就各方云洞 风云际会了 也好 就来一次盛大的聚会 全单位范书记的即将离任 提前送醒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6集 放手一搏的时候到了 位于水产西街的建委宿舍 在今天的阎市 绝对算不上高档小区 甚至连中档的小区 都有所不如 虽说当年 无论建筑质量还是面积 都在室内首屈一指 但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 建委宿舍的住宅 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原先建委宿舍 还有许多高官 现在 却几乎没有几人了 当然 当年级别最高的人 就是曹永国 自从曹永国 升任燕市副市长之后 再后来 一路高升 直到出了燕省 却一直 没有搬出建委宿舍 不过后来 房子还在 人却不住了 曹永国久在外地 下想也没在燕市 曹淑军 住在财政厅宿舍 曾经承载 下想梦想的房子 就空置了 除了有人定期打扫之外 已经空空荡荡 再无当年的省计了 曹永国 虽然不在建委宿舍居住 但宿舍大院 依然流传着他的传说 由当年一个省级局的局长 平步青云 直到今天的 西省省长 大院的人 每每提起 就感觉到 脸上有光 似乎曹永国的官 坐得越大 他们就越荣耀一样 虽然建委宿舍 如今在燕市各处高档小区 层出不穷的今天 几乎成了 被人遗忘的角落 但总有不少人 前来建委宿舍 四处打听曹永国 和下想回来的消息 有人是 想出高价买下 曹永国的老房 以求借点风水好运 有人是 想盘关系 想结交曹永国 和下想 建委宿舍 流传着曹永国的传说 但更多的却是 下想的故事 因为 在提及曹永国的 升迁历史之际 以及他命运之中 一个关键的拐点之时 都必定 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 下想 甚至有好事者 经过精心推算 再将事情 全部离顺一遍 赫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在曹永国 即将面临闲置的前夕 下想意外地出现在曹家 并且和曹淑黎恋爱 此后不久 曹永国的命运 就得到了惊人的逆转 不但没有被显置 反而被安排到了燕市 担任了副市长 并进入常委会 从此 曹永国的升迁之路 才海阔天空 宽广无限 所以 在建委宿舍流传的传说 虽然以曹永国为主 但所有人 在谈论曹永国的背后 都要多加上一句 因为曹局长 有一个成龙快婿 一开始 人们谈论曹局长多 夏科长少 再后来 谈论曹省长 和夏市长的次数 就对等了 再后来 曹省长的话题 就渐渐地 被夏书记的话题盖过了 而到今天 建委宿舍大院之中 只要有人路过二单元的时候 都会有人 一纸楼上三菱一室 不无炫耀地说道 夏书记以前 就住在301 他是建委宿舍 走出去的高官 尽管在建委宿舍大院 四林的心目中 曹省长 还是比夏书记高上一格 但谁都清楚地记得 当年曹省长 还是曹局长时 夏书记还是一个 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和听级的曹局长相比 差了十万八千里 因为他当时 连科技都不是 而今天 曹省长是正部 夏书记已经是副部了 十年多的时间 夏书记从一无所有 几乎追上了 当了一辈子官的曹省长 升迁速度之快 真可以用火箭来形容 而阎省各地史流传的 夏书记的事迹 出神入化 点石成金 又可以用神来之笔来形容 真是神了呀 夏书记再过几年呀 就能超过曹省长了 你去超老张人 曹省长 肯定不会不高兴啊 还要高兴得 何不拢嘴呀 那还用说呀 七老莫七少啊 你们不用才 用不了多久啊 夏书记 就扶正了 夏书记明年才三十五岁 就是副部了 你说他以后的官 会做多大呀 不得了啊 了不得呀 上次啊 有一个算命先生 路过剑尾宿舍呀 差点摔一个梗头啊 你猜怎么着啊 他说这块地方 是风水宝地 云起雾生 以后要出大人物 还说呀 有神器呀 要我说呀 出不出什么大人物 先不说呀 反正有神器是肯定的 要不 怎么就出了一个神人呢 什么神人呀 观神下想啊 就在众人 如往常一样 闲来无事 聚在一起议论纷纷之时 忽然注意到了 平常平静的剑尾宿舍 忽然 喧嚣沸腾了许多 一辆接一辆的豪华汽车 驶进大院 有人数的数 足足有十几辆 而且都是烟饰 平常难得一见的 最豪华的汽车 气势之大 排场之盛 近十几年来 绝无仅有 建委宿舍现在 没有什么大人物了 只剩下一帮 当年在建委工作的 老职工 老干部 最高级别 也就是处级 所以 建委宿舍 有日渐没落的迹象 一帮老人们聚在一起 见或谈起当年的辉煌 聊以度日 也是许久 没有什么让人谈论的话题了 反复的晒陈年旧时 也有厌烦的时候啊 当然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 曹永国下一步 即将胜任 黑辽省委书记 而下项 又将在燕省 全面布局的话 他们的兴奋度 和八卦精神 又将如熊熊烈火一样燃烧 只可惜 对于一辈子 在官场外围打转的人来说 只能传播一些小道消息 接触不到 真正的官场真相 但即使如此 今天发生的一幕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再次成为建委宿舍大院之中 让人津津有味 永不厌倦地 讨论的话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无数豪车鱼贯而入 将本来不大的建委宿舍大院 排得满满当当 从车上下来一人 在深秋的阳光照耀之下 他微微眯着眼睛 脸色平和 表情温和 挂着淡淡的微笑 目光落在大院的每一处角落 似乎是远归的游子 重回了阔别的家乡 神色之中 有留恋 有喜悦 还有一丝淡淡的兴奋 尽管有一段时间没见 不少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他就是 被所有建委宿舍大院 口耳相传的传奇人物 下响 下响一下车 十几辆豪车的大门 都依次打开 从上面下来无数 令人眼热心跳 只能在电视 和新闻媒体上 仰视才见的人物 不是高官权贵 就是商界精英 等等 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是一面旗帜 都是一个传奇 代表的不是权势 就是财富 但让人仰视才见的人物 现在都围在下想周围 态度恭敬而谦逊 就如众星捧月一般 将下想拱位在中间 所有人投向下想的目光 不是敬畏 而是敬爱和仰慕 因为 不管是省政府大管家 整个省政府系统 都尊敬三分 甚至 连一些副省长 也客气几分的省政府秘书长 彭云峰 还是堂堂的仪式之长 陈天宇 或是现今 在掩饰数一数二的 大型集团的老总 孙宪伟和肖武 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 对眼前的下想 是发自内心的 敬仰和感激 不是因为下想的高位 而是因为 下想的为人 更是因为 如果没有下想 就没有彭云峰 和陈天宇的今天 也没有孙宪伟 和肖武的 庞大的产业 下想 就是在场所有人的 指路明灯 而且 所有人更清楚的是 此次空前的大规模的聚会 将会奠定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 发展方向 是下想体系内 个人实力和地位的一次 大阅兵 大检阅 将会奠定 个人是否有资格进入 下想核心体系的 一次盛会 其中 如彭云峰 和陈天宇一样的官场中人 更清楚的一点是 此次聚会 有可能决定他们 下一步的重要去向 事关他们 在阎上官场之上 是进是退的 重大机遇 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呢 有无数人 打破头 都想起进下想的体系 哪怕是在外围也行啊 而已经进入外围的人 就想进入核心圈子 但谁都知道 核心圈子的位置 毕竟有限呀 下想不可能 对纳入体系之内的一干人马 没有远近之分 国庆盛举 将会是一次 化时代的盛会 决定在场众人 在下想体系之内的排位 下想却没有想那么多 下车之后 回望熟悉的地方和面孔 心中感慨万千 家乡水 家乡人 他对于建伟宿舍 总有一种难言的情怀 因为最初 他虽然借助宋朝度之力 但实际上 岳父也是 他骑士道路之上 不可或缺的助力 岳父明天才到 也是时候 向岳父提提要求 全面启动 在燕上的关系网 为保下体系之内的力量 而放手一搏的时候了 目光落在 围绕身边的众人身上 吓吓笑了 人太多了 岳父家的房子再大 也容不下几十口人呢 就吩咐萧悟说道 让云峰和天狱留下 其他人呢 先去骑士大厂 众人虽然 在各自行业或地盘 都是一呼百应的人物 但夏祥的口气虽然清淡 并没有命令的口吻 却没有任何人 有反抗的念头 众人纷纷掉头回头 转眼之间 又走得一干二净 众人一走 建委宿舍大院的四邻 才敢围上前来 纷纷和夏祥打招呼 夏祥来者不拒 一点架子也没有啊 温和而从容地 和众人一一握手 足足握了半个多小时 才抽身上楼 家中一切入固 这是因为 久未助人的缘故 有些清冷 尽管大部分人马 已经先去前往骑士大厂 但家中还是挤满了人 一下子就驱散了冷清 显得热闹非凡 曹树立忙着去烧水待客 众人纷纷动手 连说不敢劳动嫂子 尽管离丫头 其实比大部分人都要小 但众人在她面前 都敬她几分 忽然就有人敲门 陈天宇离门最近 忙去开门 一下子惊呆了 马书记 来人正是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兼公安厅长 马杰 马杰本是宋朝度的关系 他第一时间 前来与下相见面 于是这 阴省一次 空前绝后的 各方势力联手的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7集 恰逢起始 马杰是在李鼎文离职之后 接任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一职 同时接任了省公安厅厅长 在燕省省委常委之中 排名第五 是真正的大权在握的实权人物 一直以来 马杰和宋朝度 关系十分模拟 宋朝度离开燕省之后 在公安系统战线上 他一直是下想 还算可以指望得上的 关系网之一 同时 马杰和曹永国的老友 原燕市公安局长 孙定国的关系 也非常不错 孙定国 已经因年龄到点退下 先任燕市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兼公安局长 谢克凡 也是他和孙定国 共同拟定的人选 他对下想 一向如子侄一样看待 对下想一路高升 十分的欣慰 今天听宋朝度说 下想已经抵达燕市 正好他住得较劲 就信不前来 如果按照对照排名 以下想省纪委书记的身份 比他在省委的排名还高 马杰感叹之余 就心中有数 下想前途不可限量 听到是马杰前来 下想也是微微一惊 燕省省委之中 和他关系不错 能私交的一干常委之中 并不包括马杰 或许是因为 马杰为人比较耿直 并且很有个性的原因吧 在燕省期间 虽然马杰也在大事上 和他一向一致 但两人之间并无私交 私下往来也很少 下想正盘算着 燕省省委之中 他一人可以发动的力量 究竟有多大 单单疏忽了马杰 并没有将他计算在内 不想刚进门 就有了意外的惊喜 下想迎到门口 见马杰只穿了休闲衣 覆手而来 很轻松 很随意 就知道是私人兴致的会面 忙将他迎进房间 马书记大驾光临 是我刚回燕市 遇到的第一件喜事 马杰呵呵一笑 这么说呀 夏书记这一次回来呀 喜事肯定不少了 目光一扫 落在彭云峰 和陈天宇的身上 主动伸手过去 彭秘书长 陈市长 你们到底年轻啊 腿脚利索 跑到我的前面了 马杰说话风趣 彭云峰和陈天宇 也就不会说一些 没有营养的套话 就不高不低的 开了几句玩笑 彭云峰和马杰 还算熟识一些 陈天宇和马杰 接触不多 但也认识 马杰也清楚 彭云峰和陈天宇 是下相在燕省 最着力培养的力量 再加上二人 也确实位置重要 对二人也算客气 说了几句闲话 说到曹永国明天回来 又说到 宋朝度可能 没有时间回燕市 气氛就越来越融洽 眼见到了午饭时间 彭云峰察言观色 见下相目光跳动 即可明白了下相的心思 就半开玩笑 半是认真地说道 马书记 一直在省委大院办公 抬头见低头见 我才想起啊 好像 还没有请您吃过一次饭呢 今天赶早不如赶巧 中午就一起坐坐吧 如果彭云峰只说上述一番话 诚意有了 力度不够 马节可以一口回绝 但彭云峰本来就是 心思剔透之人 又在省政府秘书长的位置 历练之后 更是人情练大了 又补充了一句 啊 我是计划县佛呀 其实今天是 夏书记大宴宾棚 都是夏书记 认可的亲朋好友啊 最后一句话 暗示的意味明显 马节也算是 夏乡的亲朋好友 而且他也清楚 夏乡在阉省 影响力惊人 和夏乡走近 对他而言 有百利 而无遗害 马节今日前来 只是 刚刚和宋朝度通了电话 宋朝度 半是玩笑 半是认真的 让他替他看望夏乡 他也有意 和夏乡进一步走近 所以 才由此举动 不想彭云峰 替夏乡邀请他赴言 多少出乎他的意料啊 夏乡一脸微笑 冲他微一点头 也说道 马叔叔 就不要客气了 要不 我再和宋叔叔 打个电话 告诉他 你不太喜欢 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想告我的状案 夏乡啊 你可不要挑拨了一件 我和朝度之间的关系 我和他呀 可是认识他几十年了 夏乡一句亲切的称呼 一下子 拨动了马杰心中的一根弦 他才意识到 眼前的 年轻的副省级高官 在耀眼的光环之下 其实也是一个 亲切的 可以结交的年轻人 呃 不过呀 话又说回来 我还是很愿意 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 一语定音 就让今天的聚会 又多了一位重量级的 副省级高官 其实 以夏乡在烟上的影响力 可以请动 庶民省委常委 但一识 今天的聚会 主要是亲朋好友 是政治和经济班底 二识 毕竟是第一天聚会 时间仓促 来不及请动 重量级的关系 马杰的意外现身 说来 还是要感谢宋朝度 夏乡暗暗感慨 宋朝度 已经远离燕省 实际上 对燕省一举一动 还在密切关注之中 马杰此来 肯定不是宋朝度随口一说 宋朝度 也不会嫌到 让一名省委常委 来向他问好 怕是宋朝度听到 或是估计到了 范瑞恒 在卸任之前会有异动 因此 马杰的出现 是宋他一大助力的举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夏乡所猜不错 宋朝度和他之间 确实有高度的默契 而事后 马杰也非常庆幸 第一时间和夏乡走近 让他在燕省 更进一步地站稳了脚跟 并且收获破风 在前往骑士大厦的路上 夏乡接到了曹永国的电话 曹永国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明天一早到燕市 只带了司机和秘书 没有外人 在听到马杰和夏乡 同在一车 曹永国很是开心地 和马杰说了几句话 曹永国即将升任 黑辽省委书记一事 马杰也听到了风声 但不敢确定 以他的级别 想要打听 也能知道个大概 但他性子淡 不愿意操心 也就没有多问 不过和曹永国一聊 又想起了以前的时光 还是心情大好 放下曹永国的电话 马杰愈发觉得 今天的决定无比正确 和夏乡交好 不但等于还了宋朝度的人情 也间接地和曹永国借进 先不提曹永国 有可能上任黑辽省委书记 就是只凭夏乡的年轻和实力 不管是在烟省的影响力 还是在国内政坛之上 上升的趋势 都是无数让他结交的理由啊 于是 马杰还是没有忍住好奇之心 夏书记 我听到风声 曹省长可能要动一动吗 面对马杰的试探 夏乡也没隐瞒 含蓄一点 啊 要开三中全会了 古秋时 要禁局吗 马杰立刻意识到关键点 古秋时禁局的消息 在副省级高官之中 知道者也有 但并不多 没有几人如下相一样 有直接接触高层的便利 更没有几人 有资格和实力 参与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中 况且 古秋时的事情 在总书记要求之下 还处在严格保密的状态 当然了 不少省部级高官自然清楚 但清楚归清楚 谁也不会乱说 有时候 政治待遇 不仅仅表现在 汽车更豪华 权力更大上面 还表现在 更先一步知道 中央的重大决定之上 既然是 属于自己的特权 谁也不会将权力下放 在重大机密内幕消息之上 所有省部级高官 都会守口如瓶 三中全会 对外公开的议题是 研究农村问题 并没有正式提及人事 马杰不了解内情 也情有可原 夏祥只是微一点头 对马杰的问题不知可否 其实 是默认的表示 却又立刻岔开了话题 马书记 今天我在机场 见到了唐国瑞 如果说 刚才见到夏祥默认了 猜测中即将发生的一切 让马杰 微微惊讶的话 那么 夏祥再次透露的消息 就让他 不只是震惊了 夏祥离开燕省一年多了 再回燕省 不但声势浩大 而且似乎 还准备一次重大的布局 他此去赴宴 应该正是恰逢其时了 谭国瑞 不是和夏祥不太对付吗 他找夏祥 意欲何为呢 夏祥没卖关子 很直接的 就点明了主题 马书记 谭省长告诉我 范书记准备在离任之前 在燕省大动手脚 其中有一些调整 涉及到我的利益 我很不满意 夏祥不是燕省省纪委书记 但他毕竟是副省纪 以很不满意的口吻 对燕省人士调整直手画脚 并且指责一位 堂堂的省委书记 慣了别人听在耳中 或许觉得刺耳 甚至会认为 夏祥狂妄自大 但在马节听来 夏祥的口气 虽然 却自有一股坚定的信心 和立足范瑞恒的勇气 马节心中一跳 漠然一算 不由得心中安静 以前没有用心估算 夏祥在燕省的影响力 现在细心一想 还真是让他震惊地 无以复加 夏祥离开燕省 已经一年有余 而且早就不再担任燕省任何职务 但他在燕省省委常委之中的影响力 和发言权 甚至他这个在省委排名第五的政法委书记 都有所不及 不管范瑞恒 是出于什么目的 招惹了夏祥 马节清楚的一点是 范书记 要走 就潇洒挥手再见好了 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就提拔好了 非要涉及到夏祥的利益 难道他是晕了头吗 马节更知道 夏祥当面向他说明了另一层含义 是想等他的一个答复 因为从夏祥回来之后 就摆出阵势来看 一场对抗 不可避免了 马节微一沉吟 说出他的立场 呃 范书记有想法也很正常啊 但不容乐观的是 阻力也会很大呀 夏祥满意的一笑 说出一句 让马节眼热心跳的话 哈哈 马叔叔 一会儿介绍一个 阎省的老领导和你认识 你见到他之后啊 肯定会感谢我 老领导的说法 意味深长 马节一瞬间 想到一个人 不由得又惊又喜 难道下想 真请来了他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8集 影响力 骑士大厦开业三年多来 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高朋满足 并且来往的客人 全是分量极重的人物 不必提 演示几大房地产的老总 孙县伟 肖武 和沈丽春 也不必提 演示最著名超市的创始人 冯旭光 甚至不必提 单程市委书记 朱瑞乐 和牛城市长 陈天宇 但是演示市委常委 下马区委书记 江天的出现 就让齐雅南又惊又喜 倒不是江天级别多高 身为市委常委的江天 也不过和朱瑞乐 陈天宇平级 是听级 主要也是因为 江天身为 演示最新兴大区 下马区的一把手 是演示 无数企业家争相结识 而无缘一见的对象 下马区的经济 已经位居全市之首 现今寸土寸金不说 想要在下马区再批一块地皮 或是开办事处 注册公司 都难如攀岩 因为下马区 已经严格了准入制度 经过几年的发展 下马区人马为患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 也开始收紧了政策 防止过度膨胀 从而导致经济泡沫化 骑士集团 早年在下翔主持工作之时 就已经介入了下马区的建设 收益还算不错 今年还想再在下马区 上马一个项目 却不得其门而入 江天虽然知道 他是下翔的人马 但对他的态度 依然不冷不热 齐亚南也没有觉得大事颜面 他也清楚 正值人物的心思 他是下翔的人马不假 但江天和他 没有私交 不必卖他面子 在下翔没有开口之前 他的面子 在江天面前 没有几斤几两 所以 当江天一脸笑意地 出现在他的面前时 齐亚南显示震惊了片刻 随后 立刻热情地迎上前去 对江天的到来 表示由衷的欢迎 江天握住齐亚南的手 语速很慢地说道 我刚和夏书记通了一个电话 他马上就到啊 夏书记回到 燕市的第一个重要聚会 安排在骑士大厦 亚南 你在夏书记心目中的 分量很重啊 我心里有数了 拍了拍齐亚南的肩膀 好好看 夏马去天地宽阔 有骑士大展红土的地方啊 你上次报的计划 方便的时候 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就行了 成了 齐亚南差点欣喜若狂 一直困扰他许久的难题 一直让他犹豫不定 是不是 像夏书记开口的困境 竟然只因 夏书记选定 在骑士大厦 大雁宾棚棚 就立刻让烟尸无数企业家 都难以攻破的江天 改了口 夏书记 在烟尸的影响力 真是吓人的恐怖啊 齐亚南哪里知道 夏乡选择 在骑士大厦宴庭 今天 才仅仅是开端 但才是开端 就已经惊动了一名省委常委 还有一名 国务委员 齐亚南握住江天的手 正要大表感谢 江天 却松开他的手 用手一指外面 我去迎接一下夏书记案 江天虽然在世卫常委中 排名不是十分靠前 但他年轻 并且将下马去治理得 井井有条 再加上 谁都知道他是 陈峰陈书记 最得意的秘书 因此都料定 江天必定 虔诚似锦 而江天为人 不太热情 和谁 都比较淡漠一些 一来二去 又有许多人认定 江天为人傲慢 总是摆出一副 高高高在上的姿态 今天的江天 态度谦逊而低调 和以前 公事公办的口吻 判若两人 提及下相时 眼神中 有热烈和敬畏 就让齐亚南 再次感叹 夏书记 真神人也 也是啊 夏书记 不是早有人传闻 他是官审了吗 齐亚南 送江天到门口 也顾不上等候下相 急忙去安排宴席了 今天 一共摆了四五桌 一帮经济班底还好说 可以随便做 但正着班底 就要讲究排名了 不能有丝毫差错 他不敢大意 万一弄砸了 他以后 就别想再在 夏书记面前露脸了 一转身 齐亚南顿时惊呆了 迎面走来两人 有说有笑 正十分高兴地畅谈 流露出的是 老友重逢的喜悦 其中一人 齐亚南也认识 正是烟饰商纪 无人不知的 成达彩 而另一人十分贱了 花白头发 一身休闲 但显然高档地 简单服装 举手投足之间 显露出含蓄内敛 但让人仰视得 全是何威严 面孔 依稀有些熟识 却实在想不出来 他究竟是谁 让齐亚南 一头雾水 但他现在 没有心思去想 值得成达彩 亲自作陪的人物 姓慎名谁 他只是 震惊于成达彩的现身 因为 作为烟士 乃至整个烟省 最具传奇色彩的 商界奇才 成达彩现今 深居浅出 将达彩集团 打造成庞大的 商业帝国之后 基本上 退居了幕后 很少再抛头露面 换言之 整个烟省 有资格惊动 成达彩出面的人 一只手 都数得过来呀 就是如今 在烟士如日中天的 骑士集团 和达彩集团相比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之上 齐亚南 对成达彩的敬佩 有如滔滔江水 可以说 成达彩就是 齐亚南的人生偶像 不想今日成达彩 不但现身骑士大厦 还十分客气 而微带恭敬地 陪着一位尊贵的客人 就让齐亚南 一时之间 大闹停止地转动 尽管他也知道 以下想的面子 请动成达彩 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 成达彩 还要笑脸 做陪的客人 又会是谁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 官场小说 官神 骑士大厦 今日是 前所未有的荣光 齐亚南几乎 要幸福地晕厥了 当然 他不可能晕厥 毕竟也是 见识过世面之人 而且外面 传来喧嚣的声音 而且 他还听到 成达彩的客人 很大声地说道 下想来了 走 我们出去迎他一下 而且他还看到 姜天发现成达彩和贵客 立刻一脸激动地 迎向上前 恭敬地叫了一声 叶书记好 哦 想起来了 原来是他呀 齐亚南一拍脑袋 脸上的神情 激动得 几乎无法自知 因为眼前的人 是他见过的 最高级别的官员 不等齐亚南向前 一行几人 已经到了大厦外面 此时 下想的车队 也来到门前的停车带 无数人 簇拥而至 排成两列 隆重地 迎接下想 如果说 肖武等人 包括江天在内 降阶相迎下想 在礼数范围之内的话 成达才和叶时生 也亲自出面迎接下想 就是给足的下想面子 成达才还好 毕竟是商界人士 再有威望 也没有政治级别 叶时生却是 堂堂的国务委员 虽然明年退下在即 但毕竟 现在还在位 可是副国级领导啊 他肯放下身段 就是对下想明显的高抬 不错 下想对马杰所说的老领导 正是 燕省前任省委书记 叶时生 几年前 叶时生卸任燕省省委书记 北上京城 担任国务委员 虽然权势不显 但他依然是 为数不多的 有实权的 副国级领导之一 况且 再加上叶时生 并不彰显的 和总书记之间的亲戚关系 让他成为 少数隐姓权势人物之一 或许外人并不知道 叶时生 依然拥有不可轻视的影响力 或许 在一些人眼中 认为叶时生 基本上 处于半退休状态 对燕省 对国内局势 已经完全失去发言权 就大错特错了 叶时生 留给燕省不少人的印象是 性格优柔寡断 遇事比较软弱 其实不然 叶时生也是 大有心机之人 他的软弱和退让 都是为了保全 他和总书记之间 不为人所知的 密切关系 也正是因为 叶时生 以退为进的手法 他在燕省 留下的清明 现任省委书记之后 还进京担任了几年 国务委员 比起高成松的连扁三级 并且落下骂名相比 可谓有天壤之别呀 叶时生 此来烟时 一位故地重游 二位和下相叙旧 三位 有更深层次的用意 叶时生也没想到 下相今天 大雁宾棚 声势如此浩大 多少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 人老了 在京城闷久了 来到烟室 再不热闹一下 岂不无趣 因此 他不但没有感到不快 反而是 前所未有的放松 下想一下车就看到了 被人群 簇拥在中间的 叶时生和成达才 算起来 有半年多 甚至一年 没有见到 一师一友的 两位老友了 他的心情 也不免激动了起来 大步向前 紧紧握住了 叶时生 已经远远伸出的右手 老领导好啊 金秋十月 共聚烟室 人生幸事啊 叶时生哈哈一笑 笑声爽朗 而开心 哈哈哈哈 我对烟室 和烟室人民呢 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情呢 想想 布莱烟室 故地重游一番 我梦迁浑绕 几度梦回烟室 相比以前 在位时的叶时生 现在的叶时生 看开了许多 也宽阔了许多 他的笑声 感染了成达才 成达才 和下想握手 哈哈哈哈 小书记 叶时机来烟室之前呢 没有提前和我打招呼 来了一个突然 喜剧啊 是不是 你们事先商量好了 就是故意让我蒙在鼓里啊 下想笑道 哪里哪里 是叶书记告诉我说 先不要告诉程总 他就像一个人 秋游下满河 没想到啊 烟室人民还都记得他 他一到烟室 就被人认出了 一番说笑 让叶时生 老怀大胃 人老了 最欣慰的事情就是 有人还记得 他当年的 丰功伟绩 随后 在下想引领之下 一干人等 陆续入座 一场盛会 即将拉开帷幕之时 却出现了 意想不到的插曲 一个不该出现的人 却出人意料地 出现在人群之中 而且 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 他还分开人群上前 要和下想说话 并且 质问了下想一番 不是别人 正是范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79集 意外 或说是机遇 其实真要说起来 反正出现在骑士大厦 确实是一个意外 虽是意外遇见下想 但对下想的不满 却是有意为之 范征遵循范瑞衡旨意 一直在社科院 从事学问研究 似乎无心于仕途 其实 范瑞衡一直在暗中谋划 想让范征走一条 与众不同的仕途之路 学而优则是 一直是古往近来 所有国人的人生规划 几年来的精心设计和运作 终于让范瑞衡抓住了时机 范征有了进入中国社科院的机会 而且还有望成为智囊团中的一员 范瑞衡大喜过望 范瑞衡当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 他研究了几年来的证据走向 清除以后 学术型的官员 将会逐渐在国内证据之中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因此 别看范征 一直在官场外围打转 但磨刀不误砍柴工 他相信 一旦时机成熟时 范征就可以 一飞冲天 在社科院 也是有编制 有级别的 现在的范征 也是正触及待遇了 如果范征 能成为智囊团中的一员 就可以直接和中央的巨头之一接触 直接进入最高级人的视线之内 以后想要升迁 意义反掌 因此 别看范征现在 名声不显 地位不张 但有朝一日 移入京城 等再出京城之时 就天下皆知了 就在国庆前夕 范瑞恒去了京城一趟 本义是 为范征的事情 最后撬定 他退下 已成定局 没有更改的可能 也就死了心 只一心运作 儿子的前途了 不想 却遇到一个意外 说是意外 其实 形容为机遇更合适 因为有人传话说 如果他在卸任之前 将下降的嫡系 扫荡一空 那么 范征进京 进入智囊团 就是板上钉钉了 不仅如此 他卸任之后 还可以在京城 某大型国企 担任顾问 年薪很高 就不用说了 还可以发挥 影响力 和余热 反之 就很难说了 范瑞恒明白 有人为他设计了 一条投机之路 走或不走 全在他自己 经过两天的思索 范瑞恒下定决心 走 必须走 为什么不走呢 何必为了下降 而为难自己呢 他和下降 也没有多甚的交情 关系本来一向不远不近 大好时机 如果错过的话 就太可惜了 再说 就算他和下降 有深厚的交情 但关系再近 也比不上 范针的前途重要啊 不过范瑞恒也知道 下降在阉上 有一定的影响力 决定采取 突击提拔的方式 先拟定好人选 然后 让组织不出方案 然后强势压下 反对意见 拿出一把手的权威 直接拍板 造成继承事实 反正 他随后就要转身走人 是非功过 留待后人评说吧 还是眼前利益 最为重要啊 范瑞恒也知道 此举十分冒险 弄不好 会被常委会否决 并且 让他威风扫地 因此 他只和谭国锐商议过一次 其他常委 还没有来得及碰头 不过出于谨慎考虑 他还是告诉了范正 只是 范瑞恒没有料到的是 谭国锐一转身 就出卖了他 毫不犹豫 而且 义无反顾 更让范瑞恒不敢相信的是 才过不久 又有一名亲信 出卖了他 不但直接给他 带来重大的打击 也让他的自信 差点崩溃 可怜的范瑞恒 范大数计 此时此刻还不知道 他即将面临的风险 究竟有多大 又会以 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范正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也支持了范瑞恒的做法 还仔细研究了一下 下想有可能的反对之策 最后 得出结论 就是要打下想一个措手不及 等他知道的时候 为时已晚 来不及组织力量 就已经通过了任命 相信下想也无可奈何 范正虽然也闪过一年 觉得有点对不起下想 毕竟朋友异常 但想到下想飞速地省钱 而他身为省委书记的公子 现在还默默无闻 就又心中无法平衡 认为自己怎么着 也要高顾下想 范正也听说了 下想今天回烟室 下想没有通知他 他当然不会主动去接应 正好张国伟和鲁明 也来烟室活动 范正就亲自出面迎接 也许是因为骑士大厦十分高档 也许还因为骑士大厦 离省委不远不近 正好不引人注目 张国伟和鲁明 不约而同的 都选择入驻骑士大厦 范正来骑士大厦 本是与张国伟鲁明会谈 不料却意外遇到了 下想大厦宾棚棚 他本来心情十分高兴 却因为下想过于张扬的举动 而一下子恼火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燕省还是范瑞恒的燕省 下想早就不在燕省为官了 还大张旗鼓地摆出阵势 宴请包括市委书记 和市长在内的政治人物 包括承达财在内的工商界人士 甚至还有一名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马杰 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范瑞恒还没有卸任 只要在燕省一天 就是燕省一号人物 下想算个什么东西 摆明就是 要公开和省委书记叫板 真是小人得知的行径 本来范真对下想还有一点愧疚之心 却因为下想的宴会 汇聚的众多极有分量的 燕省政坛和工商界的重要人士 而一下子点燃了怒火 范真的怒火 就是范瑞恒的怒火 因为下想低调行事也就罢了 偏偏声势浩大 大张旗鼓的大雁宾棚 摆明就是挑战省委一号人物的权威啊 范真忍无可忍了 分开人群冲了过去 就在范真失控的 冲到下想面前的一瞬间 张国伟眼中的落寞和失望一闪而过 他和鲁明站在外围 离下想极远 相信被人簇拥在中间光彩照燃的下想 不会注意到远处的角落之中 有他阴毒而仇恨的目光 尽管张国伟仇恨下想 恨不得至下想于死地而后快 但他比范真理智 也比范真有政治经验多了 范真现在直冲向前 是不理智 不聪明的做法 下想在烟时 就算在闹的声歌甜地 鼓乐喧天 也是下想的影响力和人脉 只要有人捧场 下想就是召开一次 燕省非正式的常委会也行啊 有分量 有面子 能请东哥哥常委就是本事 范瑞恒是神尾一把手又能如何呢 谁规定 神尾常委和下面地市的书记和市长 不能有正常的交往呢 反正太冲动了 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情绪 让自己的嫉妒心理 战胜理智的人 是不成熟的人 张国伟暗暗摇头 范真和下想年龄相差不多 但和下想的沉稳有度相比 还差了太远了 一瞬间 张国伟甚至 对范瑞恒的人事调整计划 能不能顺利成功 而产生了怀疑 鲁明站在张国伟的身后 半个身子 掩映在大唐的立柱后面 似乎是不想让下想发现他的存在 他和张国伟不一样 和下想之间没有过任何冲突 因此 他对下想并没有什么恶感 相反 他还非常敬佩 下想的升迁和能力 鲁明的目光 在张国伟的背影之上 跳动了半天 最后 又大又深意地 看了范真一眼 见范真已经分开人群 来到下想面前 脸上的表情 因为愤怒而扭曲 因为憎恨而变形 再看下想 笑容不减 镇静依旧 他不由心想 人和人相比 差距 确实太大了 见到范真 气势汹汹的第一眼起 下想就知道 他的策略奏效了 当然 下想不会神奇妙算 并不知道范真 会意外出现在骑士团上 更不知道 在范真的身后 还有张国伟和鲁明躲藏 但他一来淹室 就举行声势浩大的聚会 就是故意为之 就是想让范瑞恒知道 他回来了 不但回来了 还大张旗鼓 还理直气壮 多少年了 多少次了 在和范瑞恒 打交道的过程之中 下想算是受够了范瑞恒 一而再 再而三的 出而反而 最后一次过招了 下想不再含蓄 不再温柔一刀 而是准备 正面出手 全面对抗 要正面聚击 范瑞恒最后一次的 投机举动 所以 当范真气势汹汹地 分开人群 来到面前 并且听到范真 语气不善的指责之时 下想依然一脸微笑 而且 还是十分从容地 回答了一句 范真的质问是 下想 你不觉得 在燕市 燕情高级别党政干部 是对燕省省委的挑衅吗 下想的回答是 范真啊 你不觉得 直接闯进别人的宴会 是很失礼的行为吗 不过既然你来了 就请你带我 向范书记问个好 并请转告范书记 我背了一份后礼 会亲手送给他的 范真愣在当场 想再讽刺几句 却发现 周围人的目光 或不解 或疑问 或嘲弄 或冷笑 他置身其中 就如在探照灯下一样 无处遁形 谁都知道他是谁 但谁也没有主动 和他说上一句话 也就是说 神为公子的名头 在眼前众人眼中 不知分文 范正终于无法忍受 被众人的漠视和冷落 更无法忍受 夏夏一脸淡定的无动雨中 他猛然一转身 夏书记 灵教了 夏夏脸上笑意 依然不见 甚至还威易攻守 人太多 就不送了 一直等犯证 消失在大堂之中 夏夏才威易点头坐下 不好意思 让各位领导和朋友见笑了 马杰笑而不语 只是意味深长地 摇了摇头 目光之中 流露出一丝轻蔑 叶师生摇头一笑 说了一句 耐人寻味的话 呵呵 仰不叫 父之过呀 一语定音 在接下来的一场 对抗大战之中 叶师生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 粘合和助推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80集 究竟是谁的青秋大梦 其实此时 叶师生还并不清楚 下相和范瑞恒之间 已经有了芥蒂 她只是凭借感觉 对范瑞很不喜欢 因为范瑞粗鲁而无理 因为范瑞 无理取闹 对下相的指责 还因为范瑞的话 十分傲慢 明显并没有将她这个 前任省委书记 放在眼中 叶师范瑞 却是官场经验欠缺 她冲动之下 根本没有注意到 叶师生也在场 她只看到了 朱瑞乐 陈天宇 彭云峰 和马杰 范瑞一走 气氛又重新活跃了 都是官场老人了 一些小意外 小冲突 司空见惯 转眼 就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 围绕着叶师生为首 下相下手作陪 一桌人都忘记了 刚才的一幕 谈笑风生的 正式开始了一场盛会 也正式拉开了 另一场盛会的序幕 叶师生一桌 下相 成达彩 马杰之外 还有 朱瑞乐 陈天宇 彭云峰 江天作陪 高鹏满座 高官在座 其他人等 不够资格坐在此桌 下相郑重其事地 为每一个人 引荐叶师生 尽管叶师生 是前任省委书记 但他离开燕省 时间不短了 在座几人之中 没几人 和他有过接触 朱瑞乐等人如此 马杰也是 所以马杰 别看已经是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见到叶师生的一刻 还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才知道 下想所言不许 能和叶师生见面 确实是 一大幸事 叶师生在位的时候 马杰才是副厅长 等叶师生 离开燕省之时 他才升任厅长 一个厅级干部 想和省委书记接触 机会少之又少 但马杰 对叶师生 一直感念在心 是在他 由副厅长 升到厅长之时 和他并无交情的 叶书记 看了他的材料之后 替他说了一句话 才让他 从众多竞争者之中 脱颖而出 一跃而扶正 从此 他对叶师生 感恩在心 当时就想找叶书记 以示谢意 毕竟他和叶书记 没有交情 而叶书记 主动点了他的名 他不及时表示 就是不会做事了 不想叶师生 却没有接受 他的靠拢的意思 直到叶师生 离开燕省 马杰也没有和叶师生 有过一次私下交流 等叶师生 进京之后 马杰想再和叶师生 联系 就更不方便了 毕竟 叶师生担任的 国务委员 和他级别相差太大 再说 他也知道了 当年叶师生 随手一点 不过是 看他的材料 认为他是一块材料 是基于公信 并无私心杂念 但不管如何 叶师生 是他政治生涯之中 最值得 永远铭记 和感恩的贵人 今日 有此机会 坐在一起 马杰内心 对下想的感激 无以言表 果如下想所说 今日得见叶师生 他不但可以 当面向叶书记 表示谢意 更要感谢下想的 友谊安排 等马杰再听到 叶师生 大有深意地 对范征的点评之时 他就知道 他不但来对了 不但恰逢盛会 还抓住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机遇 就在下想等人 一场盛会 正式开始之时 范征 会同张国伟 陆明 迅速离开的 骑士塔上 半个小时后 范瑞恒就得知了 下想的 颇具针对 和挑衅意味的 所作所为 他并没有如 范征所想的一样 怒不可遏 而是沉默了 小半会儿 忽然无味地笑了 哈哈哈哈 想想一锦欢香 自然不能锦一夜醒来 要风光 要面子 大雁宾棚 当然可以理解呀 范征啊 今天的事情啊 你做错了 范征一愣 又一想 才想通的关键之处 哦 也对啊 下想应该还不知道 突击调整的事情 是我太急躁了 一旁的张国伟 却摇了摇头 范书记啊 我却认为 下想可能已经知道了 您的下一步动作呀 哼 怎么会呢 我的调整方案呢 没有几个人知道啊 知道的人 都信得过呀 范征恒想了一想 还是想不通 国伟啊 你怎么想的 张国伟是天生的阴谋家 因此 他天然就有着 秀着投机者的敏锐 唯一四寸 就得出结论 谭省长 要去乡省 他有和下想走近的动机呀 如果谭国瑞 和下想知道的话 都会佩服张国伟的水平 果然一语重地呀 范征恒愣住了 沉思了片刻 一脸阴沉地说道 就算下想知道了 也没有用啊 他不过是 乡省省纪委书记 还想在阴省为所欲为吗 哼 不过是一场 青秋大梦啊 所有人 都有做梦的权利 谭国瑞有 范瑞恒有 下想也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骑士大厦的第一场盛会 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 在无数宫碑交错的欢笑声中 落下了帷幕 酒桌上 当然不会谈及任何严肃的话题 但酒桌上的交流 又必不可少 是增进感情的 必须的过程 省会结束之后 一部分人 留在骑士大厦 一小部分人 陪同下想 和叶时生 在江天引领下 前往下马区 为叶时生 挑选一座 遗养天年的别墅 不错 叶时生始终记得 和下想的约定 退下之后 要来淹市养老 确切地讲 是要来下马区 安度晚年 京城之地 除了追逐权力 和名利之外 实在不是 适宜居住 和休闲之处 叶时生的兴致很高 呈现在他眼前的下马和 闭波荡漾 荧光万点 和他当年离开之时 不可同日而语 只一眼 他就认定 不需此行 今后 就要在淹市 真正落脚了 高兴之余 看到身边围绕的下想 和几名年轻人 他的心情 就更是大好了 虽然 也有范瑞恒 不理智的举动 让他心反意乱 但毕竟 久经观场了 叶时生还是很快地 恢复了心态 在得知下想 即将和范瑞恒之间 上演一场 正面对抗之时 叶时生既没有 置身世外地保持沉默 又没有矜持地 从中劝和 而是很坚定地 说了一句 离开燕生几年了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记得当年的叶时生啊 想想啊 你安排一下 放出风声 就说 叶时生来 叶时生的举动 是对下想正面的莫大支持 是对范瑞恒权威的正面挑战 作为前任省委书记 没人规定 不可以来掩饰 也没有条条 框框框要求 不能和先任 省委常委 私下会面 但低调 和必要的掩饰 也是对 先任 省委书记的尊重 叶时生的做法 证明了 他对范瑞恒的 所作所为 强有力的回击 证明了 他对下想 最强有力的支持 是一次 重新凝聚他在阉省 遗留力量的壮举 是一次 打破常规的 重拳出击 叶时生的话 让下想心中 热血汹涌 更让马吉 暗暗择舍 叶书记此举 是不遗余力的 对下书记的力挺 身为国务委员 来到燕省 不通知省委就算了 还和下想一起 绕过范瑞恒 会见一杆旧不下 范瑞恒 不气得暴跳如雷 才怪呢 换了谁是省委书记 都会如忙在背 如梗在吼 都会怀疑 叶时生的 不怀好意的用心 叶时生只说了 一句话之后 就再也不提 范瑞恒的事情 但他脸上的 坚毅的表情 告诉众人 要的就是 不留余地的效果 尽管马杰并不清楚 叶时生和下想之间 究竟有多深厚的关系 但他知道 叶时生 肯为下想 如此出面 回应范瑞恒 燕省的局势 将会上演一场 怎样的 一彩分成的一幕呢 事实证明 叶时生的影响力还在 燕省的局势 因为叶时生的介入 变得十分微妙 而且 令局势 不但复杂难言 也上演了一场 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 选好别墅之后 晚上 夏祥和马杰 江天 程达彩 朱瑞乐 陈天宇 和彭云峰等 一众官场中人 优培夜市生 在夏马河的 游船餐厅之上 享受了一次 秋夜夜游 夏马河的盛会 如今的夏马河 游人如枝 游船如云 两岸灯火通明 和夏祥当年在任时 繁荣多了不知己许 即使是春秋夜晚 夏马河 也如一条婉颜的巨龙 处处欢声笑语 繁华似锦 再看远处 高楼林立 灯红酒绿 夜空之下的夏马区 充满了活力 和诱人的魅力 曾经一片荒地的夏马区 曾经一条干涸河流的 夏马河 如今成为繁华兴盛之地 都是夏祥当年的功劳 江天接任之后 顺势而行 只按部就班的 按照夏祥既定的 规划路线推进 就造就了 现今的繁荣 夏祥微微感慨 心中生腾起 自豪之感 他不求伟大 也不求 轻视流明 只求真正做到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使命 就不负他 一路走来的艰辛 无愧他 曾经为夏马区 付出的心血 叶时生也感慨万千 对夏马区的发展 十分满意 更坚定了 要在夏马区 一养天年的决心 直到晚上 告别叶时生之时 范瑞恒 也没有打来一个电话 既不和他通话 也假装不知道 叶时生的到来 下想就知道 范书记 是要一条路 走到黑了 走就走吧 大不了 他在路上 悄悄地安装 一排路灯 等到时机 合适的时候 范书记以为 可以出其不意之时 他一下点明路灯 照得四下灯火通明 到时 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晚上回到家中之时 夏相虽然 勒得筋疲力尽 却依然 有兴奋之意 不仅仅是为了 即将到来的 和范瑞恒之间的 最后一次正面的 硬性对抗 还有 和老领导 老朋友的相聚 也让他心中 充盈着 久违的感动 和激情 正准备和李丫头 商议一下明天的事情 电话 就很不时趣地响了 夏相也没多响 懒洋洋地接起电话 他以为 又是哪个旧有的 问候电话 不料里面传来一个 三分熟悉 四分陌生的声音 小书记 我是陆明 一个突如其来的 告密电话 改变了 许多人的命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